我是赵善恩, Teresa 我做蛋糕Cookie, 有17年经验 做蛋糕和其他的美食一样 一定要用心去做 用心去做的东西, 一定有人欣赏 牛油蛋糕很多人都会做 但如果牛油蛋糕里面 加了酒香味、果子和提子干 会是怎样的呢? 第一样, 我们会有室温的牛油 有砂糖, 有鸡蛋, 有自发粉 另外, 我们会准备了一些 麦蘸的果皮, 其实就是干果子 另外, 也有酒浸的黑提子干 我用了梅酒浸了一晚 最后有少少的棍尼拉香油 第一样, 我们就先把砂糖和牛油 上机打去 一开机的时候, 用快速 好, 切底把牛油和砂糖 打到浅黄色 即是将糖融合在一起 打了一会之后, 我们要把它关掉 把边边刮下来 然后, 我们如是者重复 也要把它继续打 因为现在的状态还未可以加蛋 打了一会之后, 我们也要把它关掉 第二次, 将它的牛油和糖 将它掃到中间 最后的部分, 将它开机 然后, 我们慢慢慢慢将蛋 总共有四只蛋 逐一只, 逐一只加入 加蛋的时候, 开中速 加四只蛋之后 它充满了很多水分 我们主要将它熄一熄 将它拌均匀 这个时候, 温尼拉香油可以加上 我将这个果子 加上 还有这个提子干 酒浸的提子干 也都放进去 好了, 到最后 我们将面粉一次过加上 将所有材料手拌了 拌到这个状态 差不多拌均匀了 先上机 最后拌均匀 就开中慢速 彻底将它再搅拌一次 这个就形成了这个蛋糕的面糊 这个状态是稠的 好了, 将它拌均匀之后 然后, 我们要加入铲青 铲青那里 有一只铲 我们要半只铲皮 我们不要去白色部分 我们刨的时候 也都将它直接刨到面糊 就可以了 好了, 拌好的面糊 我们将它放入两个长方形 分别是三寸半 乘七寸的帽子里面 放之前, 里面会刷一刷牛油 其实主要是方便 它容易脱帽子 我们将面糊 适量地放下去 将它平均分在两个帽子里面 其实就不需要刻意掃柳 放在帽子里 推开它四个角 也有, 就会分均匀 好了, 我们将它入炉了 我们就要焗大约45分钟至1个小时 它就会慢慢升起 如果太高的话, 它会升得太高 有机会将会流出 所以现在我们这里大概是七至八成碗就可以了 果子蛋糕除了果香味之外 我们要准备一个叫做淋蛋糕用的糖水酒 我们这里有清水 有这个叫做血铲的果容 有丁香, 这里有10克 有砂糖 肉桂枝 一条就可以了 还有三块铲皮 然后将它慢火 煮20分钟 好了, 煮完20分钟 我们将它的渣全部拿出来 隔锅 之后就加入这个军度酒 再搅拌它 好, 这个就可以用来放入蛋糕面 扫上去, 令蛋糕测润一点 和增加它的酒香味和橙香味 好了, 蛋糕焗好了 全凉了之后脱了 然后我们准备了刚才的糖水酒 我们要充分把它吸收 所以我们将它用锅 大力大力地 多一点地扫在蛋糕上 沿途我们可以一路加一路加 它一路将它慢慢滲进去 令到它增加蛋糕的濕润度 和增加酒香和橙香味 扫完糖水酒之后 我们要令到它吸收 所以要等它休息大约一个小时 我才会做完装饰 装饰方面 我会准备了 这个是无花果干 和杏土肉 和一些橙皮条 整个蛋糕就完成了 整个蛋糕就完成了 好 好